去廢墟文明的嗎 這個我們想超越他 好像不應該太高興對不對 我們是我們今天比較高的 比如說北京機場然後香港機場等等 那我怎麼辦得不靠各位努力呢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剛才講到2030 我們剛才有調查一下 發覺下面有20歲的年輕人 也有40歲的中年人 其實不管你是20歲40歲 要注意聽接下來各位專家分享 為什麼呢因為作為20歲的年輕朋友 2030你們就是台灣 觀光及修建產業的領導者了 到時候就要由你們來創造這個台灣的產業 那至於台下40歲的效果一樣的 20年後你們就是台灣觀光與修建產業的消費者了 到時候我們就會去享受他們所看到出來的結果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請各位專家意義的分享他的意見 我們今天要討論幾個題目 然後我先告訴大家 然後我們大家就請專家們挑他們有興趣 專長的題目來回答 其實大家知道修建產的觀光它不僅是一個國內的產業 它其實也是一個國際的產業 好 那在這個產業之中 好 台灣的特色在哪裡 好 台灣的機會可以留下一些 以及台灣現在面臨的困境是什麼 剛才其實梁吾老師有提到 大陸過來台灣 我們的一些經驗 好 那以及最後就是到了2030 你們覺得台灣觀光系統產業會有什麼樣的面貌 好 特色 機會 困境 以及未來的想像 好 那我們之後就由我們 沈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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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開始今天的討論 好 小秋 歡迎沈芳正 謝謝 謝謝 在座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我想 我想 我從事觀光行業 已經 第25個年頭 那經常 其實這麼多年經常會對你來問到 說我們台灣這麼好 為什麼來的觀光客這麼少 你叫香港啊 新加坡啊 這些我們不覺得 比台灣好的地方 為什麼台灣呢 剛剛一直發展不起來 一直被問 我自己一直在想 也想不到答案 但是呢 在最近幾年 我有一個結論 那我今天呢 會談幾個觀念性的問題 第一個呢 台灣 作為一個 以觀光 要吸引其他國家的地方來說呢 品牌 有一點問題 那 品牌有一點問題啊 這個我想 就剛好就 在這個 我們今天主持人 是王文華 我覺得王文華呢 來 來給大家做個比方 大家比較會懂 這樣 比如說 這個 王文華華先生呢 他是作家 是學行銷的 學 這個 出過很多 很多的書 那另外一位作家呢 叫做蔡康勇 他也是作家 他也寫書 但是呢 兩位呢 看開時 都是在寫書 有這個內談 有這個不同的特色 但是呢 到了這幾年 比如說 蔡康勇先生呢 主持綜藝節目 那王文華先生就主持 像這樣子 文件會 還是先兩天呢 聯合保六十周年 像那樣的東西 每一個人呢 雖然說 他的內談 或基本條件 或者看起來一樣 但是呢 發展的那一階段 其他品牌會不一樣 那台灣呢 這個 就是那個結果 就是蔡康勇 比王文華華 有錢 可以 对我们的印象就是电脑 以前就是鞋子和玩具 你今天如果外国人要出国去旅游 会想到一个这样子的品牌 订为的地方去玩吗 不会 那就像我刚刚讲 今天如果有金马甲 可能会先找蔡康勇来准吃 那今天有这样子一个 水准这么高的团队 必须要繁华来做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品牌 决定了到最后的解脱 那台湾呢 当然包装局 其实从今年度开始发表了新的 台湾观光的这个logo 上面写的是台湾 我们要告诉人家 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地方 也要想办法转 别人对台湾这个品牌 作为一个观光的destination 它的那个吸引力 以及去努力的阐述 它的内涵 那讲到这个内涵呢 我们就讲到东西的第二层次 到底我们有什么内涵 让别人来看 刚才呢 我们的召集人有提到 我们的内涵其实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文化 那这样子的东西呢 要靠谁来塑造呢 要靠在座 你我 要靠在座你我 我前一阵子呢 带了很多同事 到马祖去玩 今天到了马祖去玩呢 像我这样年轻人呢 就觉得马祖真的是太棒了 也许邱信伟觉得马祖太棒了 因为我们去看 凤仇夜鸥啊 去海语品啊 看到海 我们就很高兴 然后马祖又有他 独特的历史 以及文化条件 我们觉得呢 每个地方都很棒 但是呢 年轻人到马祖 一去呢 诶傻眼 这个北竿南竿呢 每一竿呢 都只有一条街而已 好 要逛街呢 逛十分钟逛晚 我们同事啊 晚上啊 完全就是panic 恐慌 不晓得要干嘛 然后呢 只能去 7-11 好 唯一可以观光的地方 是因为呢 我们在生活观光上面呢 都是用一个消费的观点 在看待这些事情 而不是用文化生活的观点 那这个东西要靠谁呢 就是要靠在座 我们1980年代以后 以后呢 你要主导观光这件事情 就是你在消费的过程 你在去观光的过程里面 我们自己要一起来内部塑造 是我们观光的一个价值 那讲到这些东西呢 第三个层次呢 就是说 有常有人问我说 到底怎么样呢 才能让台湾观光很快 就可以很多观光客来 只能让台湾观光很快 可以改变这个问题 我可以跟在座大家讲 没有很快 大概多快呢 大概等到2020 还是2030 今天我们的观点改变了 以后这件事情才会改变 因为生活的东西 不可能是这么坏 我打个比方跟大家说 比如说我这几年 我住在宜兰 东山河是一个蛮好的地方 东山河呢 也有很好的资源 那你说东山河以后要变成一个国际观光的亮点 要怎么做 好 第一个 先保护 第二个做资源调查 第三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其实是教育 我们刚刚发展的做完一款 是要教年轻人怎么样正确的处啊 就像怎么样教年轻人去哪里 今天呢 教育是说呢 在宜兰的每一个中学小学生 他们都有一个课程 在东山河上面玩风帆 在东山河滑船 所有宜兰的小孩都要去 那他们去了以后呢 那个地方产业基础可以玩的东西就形成 就很多人教人家滑船 很多人玩跟河有关的东西 就跟我们呢 这个我这几年呢 到外奥区冲浪一样 必须你自己要先去 你自己先了解 反正你要保护起来 后面产业才会发生出来 我觉得年轻人其实是 独到2030观光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你们如果不去 你们不了解 你们不保护的话 到后面是没有东西 给人家观光的 到最后只能形成像梁路讲 廉价大量 不是我们想要 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东西 那我想台湾好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自己因为我都知道 那现在呢 我就是要大声的让别人知道 但让别人知道以前呢 千万不要再用 找别人来消费 自己去消费的眼光看 要从文化 用教育 像这样的地方去着手 才到未来才真的会改变 那我们现在做的2030呢 讲到2030 就是讲到下一代 讲到我们的文化 讲到我们的教育 讲到台湾这些宝贵的资源 像刚才赵姐提到的 像原住民 大家了解多少 像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 球医星看得很好 看得花 大家了解多少 那这样的东西 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 那这是我们以上的节奏报告 好 好 好